他畫面整體的製作等級 基本上可以說是《巨人最終季》中最為優秀的 屬於那種肉眼可以看出的進步 特別是在這次揮織人物方面基本就沒有崩掉的地方 角色的表情和生態都拿捏得相當的好 尤其是面部特寫最為優秀還能看出不少細節 哈囉大家好我是葉東烈 今天要講的動漫是 《進擊的巨人》 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跟我一樣已經看完了 《巨人最終季》玩截篇的前篇 如果還沒看的話 我希望你能先看完再來看這部影片 因為你接下來要接觸到的 是《巨人最終季》動畫中製作最用心的一部份篇章 而今天這部影片要講到的就是 玩截篇前篇的觀後感 由於時間緊迫的關係 本質心得會較為簡短直接 所以往後我會再製作另一部更加詳細的心得難逆補 那麼話不多說我就立即開始吧 首先我來講到前篇的主題曲 Under the Tree 如果上一季的一帝惡魔之指的歌詞是描寫愛蓮的心境 那麼這首主題曲主要就是講述米卡莎的信聲 甚至還概括了米卡莎的整體人物設定 同時也暗示著米卡莎這個角色最終的結局走向 他的歌詞寓意相比《惡魔之指》更加來的淺顯易懂 因此每個人都能很輕鬆的解讀每一句歌詞中所要表達的意思 在劇人的官方網站中 有說明了這首歌當時的創作理念 除了歌詞使用了描述米卡莎的心境以外 原唱利用了自身獨特的賞印以及特殊的曲風 這也是為了貼合劇中地名在摧殘世界時所帶來的被摧感 而特別這樣製作的 跳脫了以往劇人那些主題曲振奮人心的風格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極度壓抑的氛圍 因此這首歌可謂是相當獨具一格 再來我們說說他畫面整體的製作等級 基本上可以說是劇人最終機中最為優秀的 屬於那種肉眼可以看出的進步 特別是在這次揮織人物方面基本就沒有崩掉的地方 角色的表情和生態都拿捏得相當的好 尤其是面部特寫最為優秀還能看出不少細節 而動作設計方面這次全部都是使用了手繪 因為我像過去以往會使用一些3D建模來代替 由於漫畫前面的立體集中裝置動作比較少的關係 漫畫唯一有的幾個地方就是寒極陷入心臟 以及救世小隊跳一下飛機那邊而已 所以動畫組在這方面的發揮上可謂是非常穩定 甚至還興奮了許多立體集中裝置的華麗動作 作畫和分鏡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絕對不效於之前霸全室的幾個名場面 尤其是有幾段長鏡頭的移動畫面十分流暢實滑 不過個人覺得寒極越上空中俯視地面這特寫場面 漫畫更加有魄力一些 當然動畫也是很不錯的 而寒極在對抗其實超大型巨人的打戲方面 讓人看得著實相當的刺激 這裡讓人最有緊張感的地方就是 超大型巨人踩在地面時所造成的戰動 會隨著逐漸逼近停機坪而越來越大 這種感覺是在看漫畫的時候體驗不到的 所以更加體現出了救世小隊分秒必爭的險境 看著寒極全身冒著火焰也要拼死住超大型巨人前進 這讓我回想到了當時阿爾敏單挑備有拖特時的情節 甚至這個場景所營造的悲壯感更深於那一次的情節 畢竟大家最期待的某個救人物出場的畫面 動畫完美還原了這整個情節 讓我當下看到直接快速淚崩 真的太感謝動畫組的製作了 而前面另一個讓人驚艷的場面 絕對就是地名摧殘馬雷的場景 同樣也是新增了許多漫畫沒有的原創場景 主要就是著重描述人們倉皇逃跑的悲慘景象 以及地名在套路馬雷後所造成的各種災難 這段跟當時戲幹下去被破門後的場景十分相似 有一種風水輪流傳的既視感 而且在尺度方面跟漫畫簡直一模一樣 雖然有和諧一點但真的只有一點點而已 百姓被查到過的勢體特寫依然還是有做出來的 甚至還做到了屍骨如山、血流成河的效果 完美的將地名的壓迫感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接下來會討論生優和配樂方面的品質如何 生優方面我覺得水準依然非常的好 每個生優都演繹好了自己該扮演的角色 畢竟怎麼說這些生優也是配著巨人這些角色 有了好長一段時間 所以都能很輕鬆的拿捏到角色的內核 而卡吉所演繹的艾連夜卡簡直就是本片的MVP 各種年年階段不同的艾連聲線切換之如 而且都還很符合當下人物所表現的心境 該壓抑時就壓抑 該狂喜時就狂喜 而且替習慣人最終繼艾連沉穩的聲線後 在最近前三季艾連較為少年級亢奮的聲線 就會有一種很大的反差感 逐漸卡吉對於詮釋後期的艾連有多麼的厲害 而在配樂上基本還是使用了 舊版哲也紅汁的配樂和馬雷篇的配樂 整體聽起來還是滿有熟悉感的 只是現在立場完全翻轉了過來 所以聽起來就沒有以前那麼的熱血激昂 反而多了一絲沉重的感覺 總共來說這次玩期篇前篇的製作水準 遠遠超出了我的期待 如果繼續用這個水準下去製作後篇的話 那將會成為巨人有史以來最具史詩感的篇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